為你拼酒,說早就早 我是Ken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本期的節目 好,那我們來嘗嘗魚試 會怎麼樣呢? 因為酒店它提供的杯子也有限 所以我們就直接用葡萄酒杯了 反正它也是Tulet shape 它也是這個郁金香花的樣子 為了可以區分 我們於是就用Wine glass 呃,魚試呢 它也是Single More Whiskey 然後這上面也寫Nika 所以它也不是Japanese Whiskey 這瓶不是 呃,然後後面的話 其實是跟之前的那個包裝是一樣的 但那個魚試 它就寫那個魚試是在北海道的那個地區 對,然後酒精度這兩瓶是一樣 都是45% 然後我記得北海道好像魚試是 呃,組合成效,政效先去的地方 對,對,對 其實魚試是鎮店 就是那個這個 flagship flagship,對 嗯 就是它的旗艦了 對 我感覺顏色 這兩瓶的顏色都非常類似的 淺 對,都挺淺的 嗯 我們不知道 當然這也是日本威士忌的一個特點 它沒有像那個 呃,譬如說像很多斯貝塞的這個雪梨桶 它味道那麼濃 嗯 嗯 其實 於是 在今天之前 我只喝過一次 那一次我們在阿德萊德 我們喝的不多 對,因為在澳大利亞 是不敢叫 日味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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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當時我們去阿德萊德那個小巴 它charge還reasonable 大概14塊錢一個show 我們就試了一下 然後 然後 我有聞到 奶油 我覺得 這個 blue cheese 這個是更酥微的味道 這個 oh my god beautiful 於是是 very very good whiskey 我當時喝 就想說我一定要買一瓶 呃 我突然忘記詞語去形容它 我覺得奶油跟blue cheese 都spot on 我都聞到了這樣的味道 它是那種 油油的酸 呃,不是酸酸 就是那種 濃烈的芳香的味道 呃,我好難 好難 呃,覺得自己的這個單詞量真的是不夠多 我能聞到那個 就是 嗯 呃,很多的 Gorgonzola 對啊 就Italian blue cheese 那個 打開的那個味道 oh my god beautiful Cheese 這個是Crystal Glass 這個聲音就知道了 之前我們在那個其他的日本的那個 酒店拿的那個杯子 好Cheap Plasic 因為這個五星酒店它給那個水晶杯啊 すごい 給他,我再給他一點時間 不一樣 嗯 完全不一樣 It's peated first of all I can taste the peat 煙燻的 就要給一點時間 他也是slightly peated 有一點點 slightly peated but very subtle 就是非常的那種 elegant 他比工程俠更酥耶 我覺得 呃,是 我同意 而且Illa 小Illa 小Illa 對於我們的喜好來說 這是我們更喜歡的菜 すごい yeah very very good 好喝 嗯 嗯 我覺得這就是日威的一點魅力吧 他真的是走了自己的路線呢 我喝過這麼多蘇格拉的威士忌 而且 現在最近 口味偏銅強 呃 然後我再回過來喝一個40度左右的酒 嗯 居然能給我這樣子的感受 是很難得的 嗯 所以 大家真的是 if you wanna enjoy a good dream of whiskey 就 去享受一瓶 一杯威士忌 真的也無所謂 它到底是Japanese whiskey 還是American whiskey scotch 或者whatever it's called 這些真的是不是最最重要的 最重要還是它的味道 而且這瓶價格又很公道 又讓大家非常的affordable 對 嗯 我覺得平常日威的精髓啊 嗯 不要日威 威士忌的精髓吧 40度左右的非同強久的精髓啊 我覺得已經在這個裡面了 真的非常不錯 嗯 我沒有沒有開玩笑 然後之前呢 我還看到有一些網友在說 喜歡我們之前的節目 因為我比較straight 啊我今天也是非常straight 我喜歡就是喜歡 我覺得這瓶酒 包括剛剛沒有Miyagigio 都不錯 這瓶酒可能是我勝出的那一方 對 勝出的那一方 對 然後這瓶酒有點 雖然它便宜 雖然它便宜但是 分數應該不會低 我覺得這個同一品牌下的兩款酒呢 他們兩個的profile就是taste就是note方面 他們其實是不一樣的 就是 完全 對 完全走不一樣的路線 是的 我只能說 因為我們近年來習慣喝艾辣的酒嘛 就是smoky peter這樣子 所以為什麼我們一喝魚是馬上就哇的那個感覺 然後工程茶的話同時味道很好 就是it's very easy to drink 工程茶是 easy to drink 對 就是 還是 人就會 非常願意推薦給大家去喝 但是呢 於是的話更是我們的 you know go to choice 對 就假如說想enjoy a dream a single dream 如果真的是 就四五十塊一瓶的話 就絕對 真絕對是 絕對是 其實他們兩個的出廠價是一樣的 對 對 好好酒 對 好吧 那既然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進入打分環節了 哦 首先第一 魚是我們是多少錢買的 魚是這一瓶我們退稅後的價格其實五千塊 4500 4500 4500 那真的是差不多 其實差不多的價錢 就是supposedly 因為日本的網站呢 如果大家 do more googling的話 他們是有標他們的官方出廠價的 嗯 然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到底是多少 但其實這兩瓶的官方出廠價都是不到五千日幣的 同樣的 他們在澳大利亞的recommended retail price 差不多一百五十澳幣 這兩瓶差不多 可能魚是稍微貴一點點 但沒有貴太多 我覺得魚是給我帶來了那種奶油味和那種 嗯 它不是奶油的味道 它不甜 對 它只是那種滑 對 那種 我要說了 是那種那些oily 不能說是oily 是那種waxy 對 就是那種像辣的那種滑滑的油味 不是油 就那種油一樣的感覺 就在口中 它會停留的時間更長 然後呢 它沒有那麼多的變化 但是它是從始至終的那種 煙燻帶小芳香帶那種 嗯 就是清甜水果 嗯 的那種感覺 真的是 而且它因為只有四十度 只有四十度天哪 四十五度 兩個四十五度 兩個四十五度 感覺我們是不是真的五六十度的酒喝多了 只有四十五度 但還是很強的酒 希望大家 呃 還是要 盡量不要攤杯啊 那個 呃 就是它在口中那種 淡淡的那種芳香真的是意有未盡 對 意有未盡 對 beautiful 對 因為你剛剛講到兩個很重要的那個tasting notes 一個是creamy 那個milky creamy 像什麼toffee 比啊奶油糖啊 再來一點 另外一種是waxy which is Isla 更是Isla whisky 有那種什麼松枝啊 雞油啊 是有一點沖沖的 但是同時口感還是順滑的 這兩個note其實是不一樣的 明白你在說什麼 明白你在說什麼 對 因為很多spacelite的whisky呢 它是有這種什麼creamy toffee 比較更甜 比較更 你像吃個糖一樣那種順滑的 但是Isla whisky的那種 就是那種有一點silky Silky Silky waxy 然後有一些雞油味道是有一點 有一點重口味 但同時喜歡 是那種不是太喜歡甜的人的那種 它有那種那種就是會引起你對南文味道的爽感 就是 對 我怎麼去形容 就這個可能有一些這種癖吧 或者kinkiness 就是有一點就是說你會覺得那些南文的味道 是一種好的味道 對會上癮的一種味道 就會上癮的一種味道 就比如說很多人會去聞那個汽油的味道 對 就它是那種 其實並不是那種一般意義上的芳香啊 美好的東西 它是有一點點那種沖的 對 但那個沖又給它綜合的很好 就這種感覺 很難忘 嗯 對然後我覺得於是這個味道是剛好在 可能兩者中間 然後呢 它是怎麼樣達到在兩者中間 哇 to mention 這個是沒有沒有年份的 所以它不是一份高年份維持菌 對 它其實是一個 again day to day drink 對 所以說怎麼講呢 可能是我們覺得它沒有太多的development 但是呢 好久它的consistency 是在 它的後韵其實還是在的 它只是沒有說 在你30秒一分鐘 90秒之後 它會給你不同的感覺 因為它不是高年份酒 但同時呢 因為它是個好酒 它的那個consistency 是從一二中的 是的 嗯 好吧 那既然 我們也給了這兩瓶酒 非常詳細的品印的心得 嗯 我們來分別打分吧 首先 我們先從於是打吧 因為剛剛喝過了 嗯 於是你打幾分 9.9 9.9 以 以日本本土的價格 9.9 就像我剛剛說的 哇 我們第一次在Adderley喝魚市的時候 個人 我們是非常非常impressed的 嗯 但沒有繼續喝下去 因為價格擺盡的 然後 We knew we're gonna come to Japan Now we're definitely gonna buy it 嗯 對 所以說以日本價格不到五千 也買到一瓶魚市 9.9 漂亮 嗯 所以真的不是說 非得要Japanese whiskey 對 如果這瓶酒本身 它就 怎麼說呢 它就有蘊含著它 降薪的那個程度在 是不需要非得labeling上面說 Japanese whiskey就是好的東西 對 不是的 大家不需要盲目的去追行labeling 嗯 我可以百分百的說這瓶酒就是一瓶好酒 對 嗯 即使它用了可能它在 它的蒸流過程當中 或者它在製造過程當中 用了一些不 並不符合日微規範的這個部分 嗯 但是它還是一瓶好酒 但你想一想 如果作為酿酒的人來說 如果足合政教還在什麼還是挂還是 早挂了一九二幾年到現在 人家一九二幾年去去去那個讀書 現在130歲了 對但我覺得作為它來說的話 今天它的酒還有這樣的味道呢 它的傳承就是它所秉承的那個spirit 肯定它pass on給它的酒廠繼承人 或者managers或者CEO 對它那個那個執著是在那的 因為這瓶酒現在還是很像蘇薇 然後還是有那個勁 同時但你有很多日本的這個regulation 去抨擊它的時候 你要買tick that box tick box 那可能tick的這些box以後 也許就不是這個味道 maybe 對 我不喜歡那句說抨擊的那個話 因為我覺得並不是需要一定非得規範的 那我覺得不規範也會有好久 那規範只是說它達到的那些標準 並不是說那個規範就是好久 只要符合這些標準就是好久 沒有人怎麼說 那規範只是說它在蒸留程序上面 它在創造程序上是符合了這些標準而已 所以我一直把它說成標準 而並不是把它說成一個 就是它好壞的這麼一個judgment 對 所以我覺得它符不符合是一個topic 它是不是好久又是另外一個topic 所以我不覺得就像很多的independent ball 它也不符合很多規範的 但是它釀出的酒非常非常漂亮 對 那你怎麼去說它呢 對吧 那我包括我和雨菁那兩個人 都是我們是重視好久 多過重視於這個labeling的規範的 對 那規不規範關我什麼事 我作為消費者來說 最重要的是它是不是符合我的palette 符合我味蕾喜歡的那部分 那既然你打9.9分 我覺得我也直接給它一個十分好 你覺得沒有問我minus的面 我想問的我想問的 首先第一我先說我十分吧 那我是給於是十分 然後我覺得特別是在日本來了以後呢 不用去買三百多塊錢的山崎 或者說白州或者說其他的這個 或者這個像 我就不用去追風不用去買 於是這種非日威的 但是是尼卡威士忌 是還是精雕細琢的便宜的好酒 大家也可以買 所以我希望鼓勵大家去買一些 並沒有那麼好像被市場所influence到的那些酒 然後買一些便宜的酒 為什麼有什麼問題 我覺得就可以給他十分 所以我非常在床預見的講法 然後反過來我問一下 0.1分缺在哪裡 我給了十分呢 因為我覺得我推薦大家去買 我的評分標準完全是 基於推薦大家 還是不推薦大家 我也差不多了 9.9分也差不多了 那你0.1缺在哪裡呢 酒場太遠了 哈哈哈哈 那是蠻 沒有真的真的 其實以於是這樣的出品的這個威士忌 所以以我們的性格來說 我們第一時間會奔牛場 但是呢 北海道 你做新幹線也要做很久 然後另外你要坐飛機 然後現在呢 很多行線還沒有恢復呢 其實去北海道對我們來說 不是這麼容易的事情 好吧 這場太遠了 那真可憐 但是呢 出於我們這一次在不同的賣酒的這種商店的 observation 確實 尼卡下面的威士忌呢 還是有保持他們出廠的price 然後呢 Suntory下面的威士忌呢 全部漲到跟澳洲能買到了差不多的price 我不知道這個原因是因為 他們已經知道這個Suntory威士忌的這個全世界的demand有這麼多 所以他們不需要降價呢 還是說因為Suntory take all the boxes for Japanese whiskey 但Nika沒有 這個我不知道 但是呢 我個人非常反對 You know what I hate it 我覺得so what if you're Japanese whiskey 最重要是produce 一個consumer-like product 嗯 我不喜歡說 我一定tick了這些boxes 我就一定是最好的酒 對 因為我記得三年前來的時候呢 我們還可以在某一些比較偏僻的地方 偏僻的那些商店買到沒有被加價的響 我們之前買了一杯響是七千八日比 對 然後現在的話我們走到哪 那個什麼白洲三七響都是澳洲的價格了 impossible 對 然後但是Nika威士忌的話還是出廠價 which is you know so precious 然後我在想會不會三年以後 Nika威士忌也飆成澳洲的價格 我覺得產品與產品之間本身就沒有那麼多的比較 那我覺得消費者 當然價格是一個標準 因為消費者會用喜歡買還是不喜歡買 嗯 來決定這個威士忌是好和壞 對不對 呃 但 就像金融市場一樣 那個 我相信威士忌市場裡面也會有一幫人叫做speculator yeah 就是投機者或者潮者 對 我覺得這幫人是會把這個市場給 攪得 他的 這個變化會更大的 那比如說像山崎啊 像Suntory的酒 我覺得就是太貴了吧 嗯 為什麼要花300多塊錢買一個三年成釀的一個日本威士忌呢 為什麼啊 或者12年的威士忌為什麼 這不是很難的事情啊 日本威士忌在以前是沒有人喝的啊 12年的山崎是給用來沖 highboard啊 嗯 為什麼要去花這麼多錢去買 我如果你想 again 我又要說了就是我對這個東西是有一些情懷 所以我覺得很多人買這些東西為了賺錢的而並不是為了喝的 對 啊 或者我覺得現在 我不喜歡反正 我覺得現在包括一些小日本小城市的商家都知道哦 如果我們標那個價就算標那麼貴總會有人來買 對 就可能 most likely不是日本本地人可能是那一種在這邊住的也無所謂 小酒的人呢 啥啥啥啥總會有人把他買走了 所以他們就一直標那個高價 是 這跟以前很不一樣 我覺得不是日本本地 不是這大家都是人嗎 賺錢有沒有什麼問題 日本人想賺錢又怎麼樣了 就是也不是說 呃 日本本地還不是日本本地 反正就是說這種趨勢是我不喜歡的 嗯 然後我們做這個頻道也是希望把更多的 可能一般性大家不覺得好的酒 我覺得我們想推上去給大家說 哎 其實這些東西也是 就是我們大家可以平常的呃 就是這些平行者也可以去買得起的 對 可以去喝的 是可以去享受的 為什麼非得買貴的酒才能享受 嗯 很多貴的酒並不值那個價格 對 只是人家炒上去而已 對 我覺得像這個鱼式single mode 就是一個hidden gem absolute hidden gem 然後so far還是undervalued 嗯 嗯 所以我希望不要貴這個價格出去了 所以他沒有japanese whisky 一個部分也是scarcity的問題 嗯 嗯 OK 那於是我們說了這麼多 回到之前我們喝的miyagi-kyo 你給他打幾分 8.5 嗯 我覺得8.5 嗯 嗯 就我好久 像我說的可能個性欠缺了一點點 在日本威士忌來說 yes still pretty cheap 4000多塊錢 yen 但是 好像沒有什麼可圈可點的地方 就覺得yeah easy to drink easy to do food pairing 呃可能在可能在一個 你不想花太多錢 在日本啊 如果你在日本 你要去bar 點個威士忌 但不想 花太多錢 或者是go very extreme 然後還是 還是做一些full pairing的話呢 呃 這個是一個safe choice 但同時 如果點high board的話 我覺得就不需要了 可能偏淡了一點啊 對 就是那種 欸 那樣的感覺 然後其實 所以說 對於這樣的taste來說 我給8.5分 是因為他的price 在日本的price 對 嗯 我給工程俠 9.5分 9.9分 哦 哇 9.9分 所以於是我給10分 工程俠 9.9分 呃 我剛剛同意 Eugenia的那個 沒有那個uniqueness 嗯 呃我覺得那個uniqueness 其實是我們自己的偏見了 因為我們比較喜歡 艾拉的 就是相對 微醺 那個煙燻的 一部分的 那個特別的味道 呃我覺得我撇掉這個uniqueness 嗯 就我自己的對於冤心 冤心泥美味威士忌的偏好 嗯 我覺得這瓶酒可以滿分 對於我來說 所以的話 我把那個0.1分歸類為自己的偏好 但是我非常非常推薦大家去喝這兩瓶 我覺得從價格到它的酿酒的技術 到它的味道 到它裡面真正的這些 呃就是屬於威士忌的部分 我覺得都是在我心目當中給我留下很很好的印象 嗯 而且特別是我之前喝了一瓶 沒那麼好的 而且labeling也沒那麼 呃規範的 呃 價格還要差不多的 大價格還要在海外很貴的 嗯 我就特別特別討厭 但是像這些 我覺得沒有日本威士忌的標籤 但是呢 他釀出來的是好酒 對 為什麼一定要非得是日威呢 對日威或者 或者美威 蘇威 台威 馬來西亞威 新加坡威 中國威 有沒有那麼好像沒有 What difference does it make 嗯 OK 最重要的是我對這個product的認可 嗯我覺得我對這兩個product非常認可 嗯 所以我 9.9分 10分 嗯 好 喜歡這個我們頻道的朋友們 請給我們點贊 訂閱按起小鈴鐺 來支持我們 對 今天這次有點長 所以我們會分開兩瓶 對分開兩瓶 因為自己我們本身也很開心 然後在這個 我們其實現在差不多是日本時間 差不多兩點左右 嗯 在這個時候我們就開始喝威士忌了 You know what why not 對 秋吉爾 醒的時候就開始喝威士忌 對 然後睡之前也在喝威士忌 對對對 希望大家 嗯 不用去為標籤所煩惱 即使它不是成真正的日威也會有好久 呃 而且我覺得不需要為這些東西困 對我覺得那個standard跟labeling第一 第一時間 其實它是服務於比如說 政府 比如說這種集團 比如說這種進出口貿易公司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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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可能未必benefit 糾倡本身 未必benefit consumer That's all I care 我覺得我們這些去花錢買酒的人 That's all I care 花的錢值不值 對 花的錢能不能買到好酒 這是ok的 其他東西都ok 那於是工程霞好喝 請不要探杯 Cheers Happy New Year ел orders Yeah Oh yeah Oh yeah Clap Clap C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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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t